带来的DOTOR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2年的DPC联赛第一赛季 那么中国赛区的比赛星辰对战LBZS 这个是双方BO3的第一场比赛 那么来看一下这扬比赛的一个阵容 那星辰这边这扬比赛是拿出了影魔 然后莫奈的骷髅王 LBZS这个战队在昨天的比赛当中表现的感觉还是相当的不错 看看这扬比赛他们拿出来的这套阵容也是拿出来了几个我比较喜欢的英雄 我个人在现在这个版本比较喜欢的英雄 一个比如说这扬比赛他们拿出来的这个夜魔 这个小强 这个些英雄 这都是现在这个版本 我个人感觉他是有一定的强度优势的英雄 那这扬比赛呢 其他的位置上来看的话是有TS和小精灵 以及小狗这三个英雄 他们这场比赛是中单TS大哥位的一个小狗 三号位的夜魔 而星辰呢 在降游位的位置上拿出来的是老奶奶白牛 天阿莫克这三个英雄 那么中单欧瑞的一个影魔 大哥位的骷髅王 三号位小学生的白牛 三号位白牛 白牛这个英雄 我在当下这个版本当中 我个人感觉在比赛当中 我们看过的里面 表现比较好的 打出来的效果比较不错的 那么一般是打中单位或者是打这个四号位 四五号位都可以 三号位的白牛我见过的比赛里面表现的都很一般 因为三号位的白牛他在进攻的时候的这个方向太固定了 就是他一定是从劣势路然后往其他的路去冲 几乎是固定的 所以对方在低防的时候就很容易低防你过来 比如这场比赛 星辰的三号位做了一个白牛 那对方只要在类似这样的地方做一个演 或者类似这样的地方 这样的地方随便做一个演 那么白牛所有的进攻路线就全都被发现了 这样的话咱们前十分钟 这个白牛 哦这个地方要拿一些了吗 看一下 TS这边加的是个电 没有加这个撕裂大帝 那这样的话是控制不够 大叔你不看独连体有点可惜 东欧赛区的话确实不太想看 因为东欧赛区现在抢队太少了 白牛现在确实很火 白牛开雾冲 白牛开雾冲确实可以 但是白牛开雾冲的话 他其实是个双人间 因为雾这个东西有限 而且数量真的不多 捕获的时间非常久 白牛自己一个人单人开雾去冲的话 成本太高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白牛一般都选出引刀的原因 出个引刀的话会省很多钱 这块TS给上一个斯理大帝打中了 这个地方PP的TS其实是可以追着这个影魔A一波了 因为影魔当时手里边只有一个影压 也就只有一个X泡能够A到这个 能够炸到对手的TS 他的Z泡是不可能压到这个TS的 所以TS刚才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扩大在前期的一个对线 雪亮优势的机会没有抓住 可惜了 但是东欧赛区有未来啊 他的未来 等他的未来来了 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现在这他没有观众 我播他我我没有观众看做的视频没有人看我会饿死的 这场比赛中路影魔到现在为止 在补刀方面能够占到这个TS的便宜 说实话是我没太想到的 因为这边从这场比赛欧瑞这个影魔的影压位置和对方这个TS躲这个影压的情况来看的话 躲的都是不错的 但是这个TS露刀可能露的有点多 露刀的情况可能稍微严重了一点点 导致他现在在前期跟对方的这个影魔对线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其实每一个就是TS跟这个影魔对线的时候只要影魔的第一个影压没有压到TS TS就可以找机会去消耗对手了 因为同样作为一个技能输出 TS在前期他不怕影魔的 他自己的技能输出很足的 这个英雄 莫奈的骷髅王这波在下路呢 被对方的这个小精灵加野魔给打的有点难受 实际上小精灵加野魔的这个二人组在游戏前期 你要是想不被他给打的太惨的话 一定要配一个有一定距离控制的英雄 然后呢主要的精力要放在沙特的小精灵上面 你不能去杀他的三号位 你杀他被小精连着的这个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感谢吹风大佬的 感谢吹风大佬的35个逼克拉 谢谢吹风大佬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老板大气 一个木勇 炸一下 这里再给上两个影压 三个影压 拿到第一血 奈斯 偶尔这波这个影压给的还是很舒服的 对方的小强等级现在只有一级 没有皮 也是可以他的试试的 直接三连压压到死就完事了 老板最帅战队 其实东南亚才是最有未来的 从这个DOTA的栽线人数来看的话 最有未来的是东南亚和东欧 然后东欧赛区比东南亚的在线人数其实还要更多一些 而且从东欧赛区的整体实力过往历史来说的话 以及东欧赛区 你知道东欧赛区的人他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相较于其他赛区的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他跟这个中国赛区有点点类似 就是英文都很次 大家的英文水平都很次 所以他没法去被别的这个赛区买走 东南亚就不行了 东南亚因为英文太好了 中文也太好了 然后就导致成名的这个东南亚选手 很容易就被中国或者是欧洲队就买走了 东欧赛区的人因为都不会说英语 也不是都不会吧 反正就是英语很差 所以这个中文更差 那就不会大部分 所以他的人才更容易留在这个东欧赛区这些战队里面 像马来西亚那边的选手 他会的这个就是汉语和汉语的这种地方 这个地方方言会的比我都多 对吧 你说你这个队伍是是这个北方队伍 没问题 我跟你说普通话 你说你是一个广东队伍 没问题 我跟你说说说说这个粤语 你说你这个队伍 他有好几个人是客家人 没问题 我跟你说客家话 甚至我可以跟你说潮善 潮善话 这都没问题 你这个就没办法了 你知道吗 这个优势太大了 可是大家说东南亚选手 TI成绩就很有梗了 除了早年的拳派 东南亚选手的这个 他在其他赛区的TI成绩都是不错的 那就不在东南亚自己的这个队伍的话 这次的TI成绩都还可以 这两比赛影魔的经济在中路优势极大 优势真的是极大 现在3600块钱 单人领先了对手的终担600块钱 这游戏刚七分钟 小狗现在的经济和骷髅王TS 以及白牛这哥几个差不多 夜魔的经济稍微穷一点 但是还可以接受 精神那边开局打到七分多钟 骷髅王那边因为是拿到了一个一血 所以现在的一个整体经济还是不错的 不过对方的TS在游戏这个阶段 就是过了这个队伍七以后 其实TS的刷钱是比影魔还要快点 一白牛这边撞 nice啊 撞到对手的小强直接撞死 这样星辰开局已经是拿到了一个3比0的领先优势 星辰这个战队的一个整体的人员配置上来看的话 比LBZS应该是强一些 你刚才来说是强一些 不过我其实还是挺期待LBZS这支战队的 因为从昨天的这个比赛表现来看的话 他们还真的是不拉宽 就跟这些一线队打的时候 他们这个战队的自信是有的 并不会说有这种比较明显的一个 就是弱队打强队的时候 或者说二线队打一线队都是这种心理负担 这个战队好像没有这种心理负担 就是弱队打一线队打一线队 但是我觉得这支茶队的打的节奏还不错的 这支茶队的节奏还可以 但是这支队伍就是从 现在星辰的人员配置上来说的话 我个人觉得这支战队的成绩比较好的一个发展方向 其实还是保证这个莫奈的一个发育 莫奈这个选手他的 就是他是一个绝对可以做到就拿钱干事 拿钱干事这么一个选手 这个防御塔欧瑞拿到 欧瑞拿到这个防御塔以后 装备方面的话走的是一个魔龙枪 夹腿魔龙 然后做BKB 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物理输出 影魔这个英雄现在这个版本打物理输出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另外就是 事实上影魔这个英雄 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把 夜魔这波过来 找一下对手的电影角色 其他的电影角色以后 这个夜魔应该会顺道去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没看明白 我想的是这个夜魔应该会杀完以后 顺便利用自己的高空优势 情况下去左边看一看野区 一般来说 这个时候应该是主要去开视野 然后他顶着防御塔 A了几点防御塔 发现自己的掉鞋比防御塔怪 这边TS一个技能给上去 影魔原地 摇大 这个大招呢 只是蹭到了对手四个人 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伤害 这样的话 自己的白牛还被对方的TS留住了 中路一塔也被拆了 白牛也被打死了 影魔大招也被开了 也没有留住对方任何的人 这波星辰 真的是亏的比较多 还是得去保莫奈 你不保莫奈的话 影魔这个英雄 他不是一个可靠的 非常可靠的carry的点 波罗王这个英雄 尽管他自己的刷钱速度并不慢 但是这场比赛 在对方有小强夜魔小精灵TS 这样的一个阵容的情况下 对方是可以达成 一个瞬间五人到场的 一个效果的 这个东西你要当回事 这样比赛可以 就是小狗他可以随便找一个队友 钻 钻小强也好 钻这个夜魔也好 或者钻TS也好 无所谓 然后呢 另外一个人去抓人 对吧 小强夜魔 二人二选七一 去找人 找到人以后呢 直接就是小精灵带着 另外一个肚子里边 怀着寒 带着狗的这个人 直接一起飞过去 所以瞬间就可以达成一个 至少四人甚至五人的到场 你看这个时候 这个就直接带狗 放皮出来 一个穿侧 直接带走 这个时候白牛选择是 开大招 留小狗 哎呦漂亮 这个背饼 nice 这个地方 哦 转身直接开大 皮球的这个老奶的 这一套操作行云流水啊 皮球这个确实操作很 很顺滑 非常顺滑 来说莫奈和链子哥谁强 莫奈 这个我建议大家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啊 大家不要去捧杀圣子华链 就是现在有好多的人无脑的去 之前有一段时间就是无脑的去这个吹捧这个圣子华链 这个大家不要去捧杀这样的一个选手 他就是一个二线队伍的C 二线队伍选手里面的C 大家不要急于去把它强行拉去跟一线选手去对比 这个对于一个职业选手来说 未必是个好事 这个属于是一种捧杀 那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干 真的去想要支持一个选手的话 应该期待的是他每一次比赛 或者每经历一段时间比赛都有进步 而不应该说是他现在就已经天下第一了 这个不科学也不合理 这个地方白牛还是很机灵 直接选择是一张体片 那这样的话没有来得及去留住对手 这波的开悟呢 没有抓到人 而且自己浪费了不少的时间 这波对于TS 这个LARBZS来说还是比较亏的 不是Eagle还能打出来呢 Eagle不知道了 Eagle现在咱们就不知道了 小精灵漂亮 这波小强直接一穿二 TS落地以后撕裂大地打中 这里给上一个复魂霜沉没 然后呢先往回调整一下走位 这个两连影压的伤害有点越高啊 摸带转身一刀暴击 直接把PP的TS给带走了 来的人太少了 这波夜魔也没有大 LARBZS这波团战打的 怎么说呀 其实位置挑选的没有问题 但是支援的速度上拉胯了 支援的速度上确实是拉胯了 那这样的话可以让星辰拿到一个比较 大的一波优势 甚至可以顺势直接把上锅二塔拆了 回头拉个前锅站 就可以找机会空盾了 夜眼方在没有了肉山盾 没有了肉山盾的这个区域的控制权以后 其实在整个比赛当中是会进入到一个比较大的劣势的 现在这个版本的地图 由于上路这个位置 对于夜眼方来说 他的两个塔距离肉山都挺远的 然后唯一距离肉山比较近的就是这个前锅站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小地图啊 大家可以先来看一下小地图 夜眼方的这个一塔 从这个一塔到肉山的距离 基本上等于从这个前锅站到肉山的距离 所以夜眼方一定要去守住上路的这个前锅站 他才有资格去控肉山 那么这个为支白牛被对方留住 然后为一个饼撤回来 还好 这不没有出现什么太多的问题 那星辰那边把白牛救回来以后 两边也是不欢而散 现在双方的图类经济差呢 第一次产生了这个2000块以上的一个差距 星辰那边领先到2000多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现在打入三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影魔加上骷髅王的双物理输出 然后还有一个老奶奶的突突 现在LBZS的一个个人经济来看的话 小狗这个点差的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多了 逐渐的被第一集团开始要甩开的这个架势 夜魔则是一直保持着比较穷的一个状态 夜魔只要有了BKB 这场比赛去欺负对方的后排是没问题的 尤其是去找这个天安默克 这场比赛他不需要去针对对方的电影决手 他只要追着天安默克把他锤 挠死就行了 挠死了天安默克对于夜魔而言 小精灵和TS就少了一个最大的威胁 至于其他人 小精灵和TS其实都还可以接受 这边影魔选择是拆了自己的魔龙枪 合成BKB 然后再重新再合这个魔龙枪 先保证自己的BKB出来的时间 这边白牛引刀过来撞一下 小精灵直接选择是提前开带把这个TS带回去 力求稳健 但是小学生这波的引刀冲锋就已经达到目的了 他这种冲锋 他目的就是为了去吓唬你 有的时候是用来骗你的BKB 有的时候用来骗你的这个救人的技能 有的时候用来骗你的这种夜魔的大招之类的 他目的就是干这 他不为了别的 这个时候选择过来打肉山 这个打的速度还行吧 老奶奶这边在疯狂的秃独 而且本身自己还出了一个减甲 这个骷髅王每次一暴击 能看得出来这个肉山掉血 都是一块一块掉 这波打完了以后呢 影魔拿到肉山盾 现在LBZS在团队经济方面的劣势 其实不算太大 但是正面团的一波能力还不行 因为现在TS没有BKB 夜魔这边的BKB和TS的BKB都出来之后 那他们这个正面团才有一战之力 小狗这边选择的是向威弊张 直接去出强席 直接出强席 也是个办法 打对方的骷髅王的话也是个办法 而且这段时间小狗刷的好快啊 刚才小狗的这个经济 其实是跟这个前三名要有一定差距的 现在已经追平了队友的TS 而且接近了对手的影魔 按说能说一下这个版本 小狗的路人出装推荐吗 小狗的路人出装推荐 一般还是向威暗灭 向威弊张暗灭 或者是向威弊张 暈垂 反正就是向威弊张 然后呢再去搭这个 尽量去选择再搭一件这种 三到四千块钱的作战装 然后再开始去出强席 暈垂这类的道具 然后更大暈垂这种东西 小狗这英雄因为他没有什么奇葩的 就是对于他来说提升更大的装备 除非对方有带比较高的闪避 那你出个MKB 除此之外的话 小狗基本上就是避张 暗灭 强袭 晕 晕锤 这几件装备 后期如果感觉对方的这个 就是小控制过多 然后你实在没有这站到 哦 这波是个机会 这个位置非常优秀 开始这个团战的位置 TS3 积极能给上 小狗 哎 这个地方小强往回走一下 这个地方小狗或者小强往回走一下 这两个人的配合太差了 老奶奶选择了买活 这个时候夜魔的大招持续时间还有 留住欧瑞 打掉他这个时候山盾 打掉这个时候山盾 走 走 别再打了 走 哎 这边队友救了一下影魔 影魔先往回撤 老奶奶开大 然后魔奶这边上来打TS 哎哟 这RBZS真的是经验太少了呀 哎 这个队伍真的是经验太少了 经验太少了 刚才这个地方他打掉 打掉影魔的这个肉山盾以后 直接选择撤退 血转的一波团 这明显就是把肉山盾打掉了以后 直接撤退 然后他在时时回去刷钱 对方影魔没有肉山盾 没有BKB 对方你给他个胆 他也不敢追回来反打 但是如果你站在原地等着 跟对方去开团的话 那对方就要打你了 这边TS留住小精灵 带着小狗上来找莫奈 这个地方给伤 挠到一下的话就可以 不需要挠到太多 挠到一下就跑不了了 不过不得不说啊 在这个RBZS这个战队 虽然刚才这波团战打得有点上头 这个不能说是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就是打得有点上头 但是他们在到现在为止 20分钟跟星辰这个战队打的 没有让人感觉到这个两支队伍之间的实力 有什么差距 而且RBZS这个战队 他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是什么 这支战队他在打比赛的时候 他的这个比赛状态会随着游戏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好 这是让我特别惊讶的一件事 因为一般来说二线队伍 他们因为缺少跟顶级强队的这种交流和打比赛的经验 到了游戏的中后期的时候 往往会出现在比赛经验和这个心态上面的一个差距 但是昨天从昨天的比赛来看 RBZS这个战队到游戏的中后期反而会越打越好 这就很有意思 老奶奶这边无限滑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卡了 这个表情 这个表情和这个眼神 不能再看了 不能再看了 再看过不了神了 这个 好 好 现在双方这个团队经济差是4000块 但是这个差距其实是在三号位 四号位和五号位身上 而且最主要是在三四号位身上 小狗的经济现在是跟骷髅王影魔并列第一 然后呢第三名现在是 这个第四名是TS 夜魔的装备在BKB有了以后 准备跟的是跳刀 夜魔这个英雄他最大的优势 就是在于团战的时候 我比我只要有BKB的情况下 那么他的团战是可以比白牛少一个大件 但是打出来至少相同的效果 这个是他的优势 二线队伍在和一线队伍打比赛的时候 这个心态心态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因为其实从个人实力上来说的话 这些二线队伍的选手有很多 他们的天地排名也都能够打进天地的前十 前二十 前三十 也就是说他们在个人的基本的操作和这个游戏的理解 意识上面都没有问题 区别其实就是在于心态和比赛经验 以及整个队伍的一个磨合时间 因为相较于这个一线队伍的人员相对比较稳定 而且会有一个比较长的磨合器而言的话 二线队伍的人员更换会比较频繁一些 但是心态上面只要不出现问题 该怎么打怎么打 对吧 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这些战队它是未来会有一些前进的 对白牛又撞了一下夜魔 想骗个技能什么的 但是这波没骗出来 他说这局白牛会光的作用是啥 魔法伤害 会光这个道具出完了以后 可以让白牛的这个冲撞 配合自己的被动能直接清兵线 然后快速的刷钱 这块TS都有这个TSBKB开的 我跟你说我就喜欢这种选手 真的 我就喜欢这种选手 BKB出了干什么用 就得用 为什么要出 你就得用 你不能留着 那玩意儿他生不了孩子 只要我开了这个BKB 我能打死你一个人 你短时间内不能集结这个部队 然后过来反打我 那我就开 真的 就不要去浪费时间 就开 反正BKB现在最少也是6秒钟 就这么打就对了 TTS现在身上是一个风杖 然后BKB 然后密码鞋准备出汇光 现在身上先出的散滑 先出散滑 然后跟汇光 白牛又过去撞了一下TS TS这个地方是TP到上路去收钱 小狗目前的经济呢 稍微掉下来一点 骷髅王这段时间一直在疯狂刷钱 纯论刷钱的话 骷髅王还是比小狗要快的 那个东西它毕竟有小弟 骷髅王在下路这边被抓了 骷髅王这个地方被对方的白牛 骷髅王两个人过来又抓了一波 这个时候小强 哦这个小强的穿刺 穿到了对手的影魔 看在天安魔客买魔精里 哦天安魔客买魔精了 可以 白牛里边接着 到时候冲着撞着赚钱去 白牛之所以这样比赛这么有钱 就是因为他有这个 出了一个法生刀 然后不停的到处去冲 打住他好快 这个 这个真的打得好快 这波打完以后 魔精呢 是骷髅王自己吃了 骷髅王吃掉以后 打完肉山 加上这个骷髅钱 骷髅王现在的个人经济 已经是来到了18000 那团队经济领先优势9000块 看看RBZS下一波团战吧 有夜魔在 尤其是现在又是一个夜晚 这个时候夜魔开大 提前开 提前开 给视野 这边定住一个 哎这个影魔 影魔的这个BKB 开出来以后 直接被打死了 这个第一条命 而且你没BKB啊 小狗要被秒吗 小狗这个时候 第一时间没秒掉 第二时间打死 TS里转身 给一个司令大地 对方这个时候 看一下夜魔一个人 在后排 没有人能帮他了 有点可惜 这波团战RBZS 其实打得很好 真的打得很好 这个是在影魔 第一条命 开着BKB的情况 直接被打死了 然后第二条命 站起来以后呢 RBZS这边 后续的技能不够了 而且小狗 当时状态有点差 小精灵没有来得及去救的 小精灵其实手里 下大招没放 不过这波团战整体下来 对于RBZS来说 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对方 这一波打完以后 没有任何能力 去扩大战果 地图上没有 肉山盾了已经 然后上高也上不去 因为他们这边 现在影魔没盾 骷髅王没大 哥几个BKB也没有 所以这个时候 他没办法 去扩大这个优势 游戏的时间 现在还有一分半 是夜晚 小狗还有十秒钟 白牛这边选择 冲了上路 这里小强给上一个圈刺 对方这里莫勇 抬一手 小狗要复活了 小狗要复活了 RBZS有可能要打 他们有可能要利用 这个最后一分钟的夜晚 时间要打一波 这骷髅王直接是 把自己的小强师扔住了 那提供一个视野就没机会了 没有视野优势的话 不能先手上去去占便宜 这个不好打 看一下夜魔 这个时候在追着这个白牛 哦这个夜魔 要直接被对方怼死了吗 白牛冲 nice 直接撞死 小狗这个地方 也被对方的白牛 直接一个大招留住了 可好漂亮 星辰这一波的这个反打 确实还是漂亮 RBZS这一波团战 稍微有点点捉急了 其实夜魔没有开大的情况下 视野并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而且他们在面对对方 那个引刀白牛的时候 反引的工作做的有一点差 这个是这支战队 肉眼可见的一个提升 他们在不停的被对方 这个引刀白牛来回的去冲 然后来回的去找机会 反引工作做好以后 其实白牛这个英雄 挺容易成为破口的 哦这个小强子皮给的不错 小强子皮给的不错 看一下 骷髅王第一条命 直接被秒 小狗买糊 那白牛这里冲一下 那个骷髅王能不能顶得住 骷髅王顶住了 骷髅王顶住了 小学生胜了一丝鞋 跑回去 小狗钻了一下队友 但是并没有救下来 白牛再冲上来以后 再给一个大招 想强杀对手的小狗 强杀成功 Nice TS这波选择了买活 但是已经没有办法 去追上对方的人了 那夜魔这个时候 手里面是有大的 但是他离整个战场太远 这个夜魔的大招 开的不够果断 那上一波团战的时候 如果他开了这个大招的话 团战会好打一些 这个白牛 这两波确实是很猛 这个三号位白牛 这场比赛效果很好 说实话 这个三号位白牛 效果打这么好 一方面是 这场比赛小学生的发挥 很不错 而且他确实刷了很多的钱 把这些钱都转化成了 有效的战斗力 另外一方面 LVZS这个视野 做的真的不好 整个地图上 有他们视野的时间太少了 而且在对方白牛 到处冲兵线 然后仗着这个引刀 到处冲兵线的过程当中 他们也没有去 利用真眼之类的道具 提前 去蹲守对手 或者是说 去抓到对手的这个白牛 让这个白牛 一直肆无忌惮地 在乱冲 看看这波夜魔 直接到后排 先找对方的 这个天安木克 这是对的 但是夜魔也被带走了 天安子这边 开始BKP 开始上次给输出 欧瑞开启了BKP 开始反打 骷髅王在追 这个时候TS的BKP结束 一锤锤吐 一巴掌 呼死暴击 直接带走 四人团面 GD了 这样的话就GD 这辆比赛 整体的过程 打的还是可以的 两支战队 其实表现的都不错 LVZS这个战队 在这场比赛当中 表现出来的一个状态呢 在过了游戏 25分钟之后 视野方面的工作 一直做的不太好 导致被星辰 一直撵着打 而且星辰这场比赛 在骷髅王的经济起来以后 能够让他在前面 去吃掉对方的第一波 技能伤害以后 这个团战打的明显 舒服了很多 不管怎么样 两支战队 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 我觉得还是相当的不错 相当的不错 好了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稍微休息一会儿 下一场比赛见 好